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将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之后 美国国务院将在哈瓦那重建美国大使馆 我们请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介绍最新的情况 荣香 首先给我们说一说就是在未来的2015年 现在美国和古巴要恢复外交关系了 美国将会采取哪些新的外交举措 美国和古巴在1961年1月断交 国务院也将立刻着手和古巴讨论恢复邦交了事宜 包括重建美国大使馆 进行两国高层官员互相访问和交流 并且继续和古巴就攸关两国共同利益的问题来进行合作 美国国卿克里表示 期待自己成为60年来第一个访问古巴的美国国卿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他怎么说 奥巴马总统今天做出的宣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是为了开启机遇打破这些年来存在的障碍 这样我们才能在其他所关心的问题上取得进步 例如民主 人权 人民自由迁徙 旅行和做决定的能力 我们有信心总统今天做出的决定将会产生影响 我们希望与古巴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 更多的进步也会发生 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几个月 几年的时间里 古巴人民将会改变古巴 我相信这将会发生 而美国国务院也将和古巴在明年一月就大量的古巴人民 涌入美国的问题来进行双边磋商 那么国务院也将着手重新审查 长期以来美国把古巴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林森 荣香 奥巴马政府的这一项重大的外交举措 就是和古巴恢复关系正常化 是受到了批评 那就说批评奥巴马政府是对古巴这样的一个极权政府让步 那么未来美国在古巴的人权和民主进步方面会有什么新的举措 国务院表示放眼未来 美国与古巴交往的关键重点是继续敦促古巴政府 尊重人权并且倡导民主改革 克里国务卿表示提倡新闻和言论自由 只会强化古巴的社会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克里国务卿怎么说 我们不会停止支持公民社会 不会停止争取人权和民主的奋斗 所有这些都是议程的一部分 奥巴马总统非常明确地表示过 古巴参加明年在巴拿马举行的美洲国家峰会的条件就是 要让公民社会也加入进来 把人权与民主提倡议事日程 与此同时国务院将继续一些提倡新闻和言论自由的项目 我们注意到奥巴马总统的核心幕僚 也就是白宫副国安顾问布林肯 接任副国务卿的任命案刚刚获得国会通过 布林肯的太太是国务院主管教育和文化的助理国务卿 那么刚才提到的与古巴解冻的外交工作 包括了旅游移民问题 反恐环保人口走私倡导人权和民主的交流项目等等 渴望是这对夫妻党下一年工作的重点之一 林森 好 谢谢荣湘 这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湘的报道 好 谢谢大家